感謝各位繼續收看二月開紅盤好兆頭的盡責解盤 堅持下去還有七天才封關 但是這七天當中看起來一開始盡責跟各位所講的事情 真的又發生了 各位說是還是不是 各位注意 洋人 外國人 外資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要說八國聯軍當時進攻北京那麼遠的事 各位有沒有發覺每一年要過年 像現在中國大陸已經開始正式春運了 所以中國大陸今天有很明顯拉回性質的現象 甚至香港也開始拉回了 那麼每一次華人要過這種農曆年之前 反而這個時候 各位外資真的不放手 反而外資在這個時候可能會采取市前卡位的方式 然後到年後又多賺那筆錢 各位注意一下下 有的時候真的你就得不佩服外資 他們對於這些動作上面非常非常的細膩 但是我必須要講 這也代表了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景氣循環仍是紅 而且基本面還在一個多頭 各位注意一下下 到了昨天1月收到最後1月月線 那麼從12月份到1月份 真的讓各位跌破眼鏡 一口氣漲了948點 資金行情當然還在持續 而且我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2月份最起碼一定是開紅盤 今天果然又是一個開紅盤的情況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很多人會覺得說 怎麼到現在為止還在多頭 那麼聽起來會不會覺得有點麻痺 我說請你想清楚一點點 為什麼我一直跟各位強調1萬點以上 那麼堅持多頭到最後這兩個字才叫做勇氣 有訊號我一定帶你下車 例如像蘋果概念股 以前有訊號的時候 我一定帶你下車 但是沒有訊號請你一定要安心上車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們再回頭來看 這兩天的新聞當中 這個是標準的頭間底 油價從我50塊錢跟各位講到現在為止 最起碼已經漲了24%上來 油價24%其實是很多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我今天再把油價拿出來給各位看的時候 是因為正好昨天看到王文淵總裁 各位注意喔 我今天的節目裡面 除了傳統的跟各位提到說 唉唷你看到沒有美琪馬帶你賺錢 或者說六四五一的訊心 今天又創新高等等這些 那麼可以說是該交代的已經先交代以外 我還要跟各位講說 其實就算你現在進場 卡位一直卡位到過完年之後 或者你過完年之後開始再持續來做一個進場 我認為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明年的多頭 可以選用的你的標的還是非常的多 電子股看題材 甚至我還是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請各位留意住 這個AI絕對還是非常重要的題材 昨天郭台銘才在講AI 不久之前張忠謀快退休才在講AI 所以這個AI到目前為止還是芳心慰愛 才是剛剛開始而已 所以要等它氾濫 等它大部分人每個人都會挖礦 那還早 我說真的一件事 你身邊現在誰在挖礦 你身邊現在誰在跟你講說原物料才剛剛開始上漲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今年的多頭 我認為這一波的多頭 你聽我講 反而要從去年 10月份的時候 應該接近前年10月份 2月份才開始漲 川普當選 那個時候整個社會架構 整個全球架構才重新開始 所以一直到今天 中國大陸股市拉回 人民幣還在創新高 這一波的資金行情到現在為止 你說老師為什麼今天2月份一開盤又是開紅盤 資金行情不退 資金行情不退的話 各位想想看 昨天郭台銘有講什麼特別的好話嗎 我要直接跟各位解盤 有講什麼特別的好話 沒有啊 但是今天紅海就跟你反彈啊 甚至呢 有什麼好消息對玉金光 對這些蘋果概念股有什麼好消息嗎 沒有啊 頂多我認為明天啊 蘋果所公布出來的iPhone X啊 這些有關手機方面的新聞 頂多叫做利空不跌 或者利空出境啊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 所有的產業都還在往前走啊 吳恩各位一件事啊 來吧 4721的美琪嘛 我為什麼從82塊6 86塊2堅持到現在 100塊又再進去堅持到現在 為什麼我要跟各位講美琪嘛 為什麼要跟各位講康普 我認為這個地方很清楚的一件事啊 各位啊 未來台灣第一個 你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除電池的地方啊 不然還在講風力發電 我先跟各位講一件事 還沒風力發電以前 我們一定會跟南澳一樣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準備那種 類似像很大的電池 一個準備電池的場所 加上未來電動車是一定的趨勢嘛 不管是機車要用電動車 機車今天電動車也跑出來啦 OK 機車要用電動車 或者你的汽車呢 將來就是走向電動車 基本上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不然你空氣要繼續汙染下去嗎 各位 你只要抓住這樣的一個長期的源頭 耐心的去做 甚至分兩階段去做 你跟我做的時候 我先帶你從86塊錢到100 再從100再上來 連續兩支停板 那很好啊 這樣就很輕鬆了啊 是不是電動車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個趨勢啊 是不是現在連鴻海都告訴你說 他要準備進軍做電動車啊 那麼鴻海的電動車概念股 只有一檔啊 叫做6451的信心啊 因為他是坐電動車裡面的MEMS啦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這波鴻海雖然沒有上來 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鴻海有的時候真的每年都這麼做 當鴻海大漲的時候咧 子公司不怎麼會漲 當鴻海不漲的時候啊 子公司一檔接一檔的上來 你說是還是不是啊 先注意喔 過完年之後 我要繼續做鴻海的子公司喔 你說老師是哪一檔 到時看了再說嘛 裡面發覺鴻海的子公司 一檔接一檔 這檔還漲得比較少 漲上去最後回來了 但是各位 這三檔鴻海的子公司 你問我的家族成員 是不是正好就在這個過年以前啊 給我們大家一個暖暖的紅包啊 你自己來看一下嘛 這個很清楚的啊 還創新高之前就賣耶 161塊我沒賣到最高點耶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今年你不要以為說這個地方 電子股不會動 除了我剛開始就跟你講傳產類股 等一下我們第二階段要講一話 電子股我說過 一個大股票要換很多的小股票 這些觀念你一定要跟上我 因為答案應該很清楚啊 來 3.08的大力觀 有沒有可能再創新高 我直接告訴你畫一個X 可能性不高了 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現在既然所謂iPhoneX 它的一個發展鏡頭 到了一個某個極限的時候 你要它再回到6000多這種 所謂本益比35倍到40倍 基本上法人不給這麼高 但是各位 有沒有聽到說 一個古王換成三個古王啊 有沒有聽過這個講法 換成三個古王啊 各位看到沒有 這就是法人在告訴你非常重要 甚至有人說換四個啊 非常重要的觀念 五個都有人講啦 換句話說可能少了一個大力光 那少了一個大力光 怎麼樣把這個行情補起來呢 要有四到五個小力光中力光 中高價位的股票補上來 台積電也許長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壓力 我必須要這麼說 到目前為止呢 台積電還是沒有拉回喔 今天還是非常強勢 很多做空的 我倒不曉得它現在要怎麼講啊 台積電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勢啊 當台積電能夠上來的時候 你沒發現一件事情 跟著就是把創意帶到一個 你根本想都不敢想的境界上去 我一開始就跟各位講說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那麼百分之五十的比特幣的晶片 都來自於創意跟台積電的時候啊 你就必須要注意到說 創意在這個過程當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而且上一次的網路支付呢 賺四塊四可以漲到四百四十塊 這次已經賺了六塊多了 你說有沒有機會往前來做一個突破 由你來做一個決定啊 我說我才不管它到底會不會過四百四 三百塊敢不敢買 照買啊 當初一百七十四塊買進去的時候 兩百多塊錢出去想說 這已經大賺了 後面一看不對 後面連張忠謀都出來講比特幣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這後面絕對還有你沒有看見的未來的行情 而這檔股票一旦上去的時候 整個市場上面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模一樣啊 回頭馬上去想到說 那時候最紅的兩檔股票 另外一檔叫做 3035的智原 當時是四百一十一塊啊 結果智原最近是不是股價也是可以這麼講 那麼陸陸續續的都有人來做一個介入 雖然我一直跟你強調說 智原這次跟比特幣的關係 反而沒有所謂三六六一四星來的重 但是過年前這幾檔股票在休息 我覺得太開心了 如果他不休息的話 將來我們怎麼有機會來做介入啊 甚至一次漲完以後就沒戲唱了 我也必須要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到 這幾年新的族群啊 從去年的3406的玉金光 當時沒有人認為說他會越過他最早期的 五百零一換錢的高價 是我第一個跟你說的 那剛才我在講什麼 你應該聽不聽得懂啊 蛤 還聽不懂 剛才我說玉金光 我跟你講說會過高價 那後來呢 我在講什麼 歡迎所有朋友啊 現在目前為止都還在漲 續漲還在漲 多頭可用之兵還很多啊 像剛才跟你講的 我們就直接不要講太多了 不管你認為他是投資的題材也好 投機的題材也好 想像的題材也好 真實的也好 總之呢 AI概念股就是還在漲 還在漲是不是叫做勝多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這才第一個月開始漲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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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月最會漲 我最起碼給他做到過年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這一檔 新會員的股票 我認為新會員的股票 就直接籌碼非常集中 而且從第一檔開始 重新開始 請你先行辦好手續 一定幫你把今天該用的費用 先賺回來 讓你過一個好年 相信啊 我們這裡一個感恩的專案 也適合各位來做一個介入 而且呢 等一下還要繼續講 明年還是多 超級868 城東董戶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城東董戶 擁有股票 期貨 雙賃兆 帶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健獲利 独往福利 陳東豆腐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油價長期的底部剛剛才完成 所以油價王文淵 各位想想看 台塑集團的總裁 說祖生斷才剛剛開始 現在才剛剛開始漲 所以王文淵認為 明年台塑集團的營收還會好 其實這樣講並不難吧 各位看一下 油價大概這是平均價格 你如果說像我們以前看過 這種150塊錢 甚至瞬間出現200塊錢一桶 那個當作是特殊的現象好不好 當時是所謂金融海嘯 但是各位 這是一個標準性質的一個價格 那麼油價這次為什麼會到低檔 最重要的因素在於說 川普跟整個一個 沙烏地阿拉伯王子穆罕默德聯手 希望油價壓低之後 對付兩個 第一個是穆罕默德對付他的政敵 大家都知道說像沙烏地阿拉伯裡面 像阿瓦里德這些親王 通通都被抓起來 當時就是因為他們的油價 掌控了太多的油價的公司 那我把油價往下壓 讓你賺不到錢 你就乖乖聽我的話了 但是現在這些親王都被抓起來之後 我是不是就很清楚的跟人講說 這油價那麼沙烏地阿拉伯 勢必往上點火 光沙烏地阿拉伯自己的油價漲了一倍 你說老師沙烏地阿拉伯也有油價 對啊 從多少台幣大概10塊漲到20塊 漲一倍比我們更兇悍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啊 沙烏地阿拉伯都這個樣子的話 那麼明年有沒有主生段 由你來做決定啊 第二件事情呢 各位再來看一下 我覺得今年反而讓我覺得 從這次啊 29集連載的節目裡面 除了台幣跟人民幣以外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最簡單 跟各位報告的 我只是講這句話 希望你看到這幾張圖表 12月26號 我要跟各位講的事情是 你一定要跟上連鋼價跟油價 最起碼鋼跟油這麼簡單的 頭尖底都能夠看對的分析師吧 到今天為止 保鋼的股價還在創新高啊 那這樣子答案就應該很清楚了吧 老師大成鋼今天拉回 我也還沒買 前一段時間有賺 但是上一次這樣子震盪 我也還沒動它 但是保鋼現在創新高的 你覺得我將來會不會動它啊 上次第一銅賺起來啦 2009啊 第一銅賺起來啦 要賺就賺這種快速急升段 因為剛打完底部的時候 第一個底部人家看到 喔那個一定吸引力非常大 那麼買盤一定會自動衝進來 那麼衝進來之後 你不要看耶 連中國大陸這麼大 保鋼要推21%的話 這21%可以把我們台灣的所有的鋼鐵股 都推到漲得滿去啊 那結果咧 我們台灣自己是不是也在漲啊 那我們台灣相對於保鋼叫做輕薄短小啊 再加上各位都知道啊 我講的事情也都發生了啊 川普這次的國情日文當中 講得很清楚啊 他希望未來用1.5兆美元 把美國的內需建設通通給他蓋起來 所以我說過這次從頭到尾啊 你說金狗年到底看什麼 或者說你未來的行情到底看什麼 為什麼這波的多頭 我說真的是從川普當選開始講 而且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我當初講的話 現在一句一句的都在應驗當中啊 我說啊 這些華爾街的 或者說這些啊 您看到這些主流媒體 尤其是我們台灣的主播記者 很多啊 這樣講會不會罵到自己的朋友 多多少少有啦 很多記者朋友呢 或者名嘴他從來沒用這個去思考的 他也沒用這個去思考的 他就是拿著這個外國的文章來翻譯啊 各位去想想看啊 華爾街日報啦 各位去想想看啊 美國的這些所謂的影視大亨啊 哪一個不是跟中共比較好 你要我講話就講明白啊 他們當然敢罵川普 你看他們敢不敢罵習近平 他們當然敢罵蔡英文 你看他們敢不敢罵中國大陸啊 不敢啊 因為你罵中國大陸市場就不變了 我不讓你來就是不讓你來啊 你一個藝人只要敢罵中國大陸 你以後就不要想賺錢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片面 對川普不利的報導 川普現在講得很清楚啊 有三百萬個美國人 因為他的政策 所以現在賺的錢啊 因為他減稅啊 因為他減稅的狀況之下呢 所以也造成了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做股票不要有偏見 所以也很明顯的造成了 人民幣升值美元大扁 結果呢 美國的外銷能力大幅增加的情況啊 然後接下來美國人既然 已經外銷能力大幅增加了 我從外銷那邊賺來的錢 去補那個減稅的缺口 順便啊 我還要開始蓋房子 開始蓋橋樑 開始蓋任何的東西 所以呢 各位注意一下下 這種號碼的你也要開始注意啦 我必須要直接說一件事啊 當川普當選之後呢 那段時間 川普當選之後那段時間 我可以說是 這個行情裡面賺最多的一個 接下來他要實現他的願望了 是不是我們要跟上去 由你來做決定 但是我不一定選中紅啊 對不對 我那時候是不是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蛤 航運股也會跟著上來 但是這次不一定選中行啊 所以明年的行情裡面 除了我們所說的 各位看到沒有 第一個 來 上海A股啊 因為現在人民幣大漲的狀況之下 所以上海A股想辦法去跟上美國股市 這是自然而然的現象 那麼上海股市或者中國大陸 是全世界第二大國啊 你有理由說道瓊已經漲到天上去了 然後上海A股還在這個地方嗎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A股拉回來你還是要準備做多餒 那A股跟著台股一起帶動 因為都是MSCI的效應 而我們國內來講的話 有風力發電跟綠藍產業 還有什麼減稅 國內也在減稅有沒有發現 那川普要投資美國內需航行都開始 你不想要 結果別人比你還快 我說真的一件事 我也沒想到這麼快 如果想到這麼快全部都進去了 世紀綱構董事長跟大家提到說 未來跟台船聯合 一起做一個世紀風力發電公司 然後還經過我們這些所謂的 政治人物幫忙牽線的狀況之下 和臥序能源 簽訂工作意向書和達德能源 基本上來講的話簽MOU 那只是跟你講說 我派人去趕快去學習做這個鋼構而已啊 回不來耶 回不來耶 難道各位沒有發現嗎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耶 接下來有人真的股價跑 我當然也覺得世紀綱跑得太快 但是各位啊 世紀綱趕跑的話 後面一定有風力發電概念股 也準備從後面繼續跟上去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我說全世界這裡只有 整個這不是我寫的 這是由世界級的報告所寫的啊 那麼只有兩個地方打了紅點啊 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大家應該很清楚 這是英國的一個海峽 英吉利海峽這邊啊 一個只有就是我們台灣海峽啊 這兩個是全球20個最好的風力發電的觀測地 這裡面台灣還佔了16個啊 所以你說這個風力發電廠 人家說將來有機會不但供給台灣 甚至有機會外銷到日本去耶 你知道嗎 原來有這麼強的一個後面的背景在後面啊 這可能是吳中生有完全一個全新的一個題材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股票市場裡面成功啊 是給事前準備好的人啊 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這次很多人都說 哎呦股票漲好快啊 股票怎麼一直漲啊 我說不是股票漲太快 是你的老師是太慢啊 你說老師 AI啊 區塊鏈啊 什麼挖礦啊 我說真的一件事 我今年52歲 你當我真的沒事天天在那邊挖礦 可是創意我們是不是帶給你啊 你當我真的每天在那邊打電動玩具啊 可是我是不是做到躍躍啊 這是做股票裡面最重要 做股票你不一定要什麼都會啊 如果你什麼都會的話 你是發明家 你是企業家 台灣最容易賺錢的生意 應該說這一輩子最容易賺錢的生意 要不你當發明家 要不你當企業家 如果你這兩個都沒有做到的話 你只能做投資專家 因為你做投資專家的話 可以不用會 但是呢 一樣可以做事前準備啊 所以不是股票快 是你的老師太慢啊 甚至呢 我真的覺得 真的被打敗了 來來來來 真的我必須要講喔 明年有想要做所謂的 上海綜合股票 你知道沒有 ETF的人啊 麻煩你來找我好不好 你知道要怎麼看嗎 你至少要看人家的領導股啊 唉唷這個怎麼沒有 這個來各位看一下 你至少要會看一下人家領導股 什麼晚上看人家 看個節目就在那邊講啊 看一下能不能顯示出來 對對對 至少你要會看一下人家的領導股在哪裡啊 領導股在漲你才會跟著漲 領導股跌的時候你就知道說要跟著跌啦 哪有可能萬顆A在拉回的時候 還在那邊喊 ETF兩倍趕快買 晚上看那個座談會節目 當然賺不到錢啊 你想做上海股市 我們這裡有ETF 我照樣給你介紹沒問題啊 尤其是今年來講的話 MSCI是要進來的啊 而且現在還差這麼多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香港很多專家還要問我咧 所以你搞清楚一點好不好 拜託拜託 親愛投資朋友 不管過年以後 這才是剛剛開始起漲 還有一檔沒帶來咧 我就這麼告訴你 我認為這一檔股票 明天的利多立刻發酵 所以你明天一大早立刻要跟我佈局 如果真的對於這個有興趣的 我只給三個朋友 我親自用電話來跟你通知 這三個朋友 這一檔股票請你務必無論如何 一定要趕快跟上 接到電話馬上就開始動作 所以歡迎所有朋友 在搶紅包行情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也是盡力而為 盡全力來幫助大家 如果各位對於這個搶紅包行情 明天這檔股票有興趣了 歡迎你 等一下趕快跟我們來做一個聯繫 歲末感恩388專案 還是希望所有朋友 您都能利用這個機會 跟上我們的腳步了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